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结果大概就被排挤地挤到外面来 挤到外面 结果他在那边哭了 刚好牧师从那边经过 他就跟牧师说 说我不能上这个主日学 就哭了 牧师就看他一脸看一下 也晓得是原因啊 被排挤出来了 他就牵着他的手 没关系 我带你进去 就带他进去的时候坐了一个位置 坐了一个位置 这个小孩子今天上了一个主日学座 他非常的高兴 花喜充满 他心里想说 他的同样的人也是很多 应该我们要来 盖一个大一点的教堂 盖一个大一点的教堂 哇 一个小女生就这种想法 这种想法就这样 经过两年之后呢 生病了 死掉了 死掉之后 他家里爸爸妈妈就请了牧师 去料理他的祸事 刚刚要将他的尸体 要抬动的时候 从他身上 掉了一个 从垃圾堆捡回来 一个破破的小皮包 掉下来 把它拿起来看的时候 里面有一风信 还有五毫七分的美金 五毫七分是不是五角七分 应该是我不知道 他写五毫七分 里面写了一张旨 是这个小女生 这个小女生写的 说 因为我上了主日写的课 我非常高兴 所以我是要将这些钱 来献给神 要把我们的小小的这种教会 赶快建大一点 让更多的小孩子 能上主日写 就像平常我们的真美般一样 有那个机会来参与 做礼拜的 这个机会 一个小小的孩子 他就是有这个机缘 有这个艳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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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当他的霍树料理好之后 木制在有一天的 星期天做礼拜的时候 就将这封信 还有这五毛七分就放在他的讲座上 他就照念 念了这个小孩子 将这个经过就讲给所有的教友听 他说 这是这个小孩子 他说要献给神的 要把我们的小小的教会建大一点 给更多的小孩子 能有上主日写的这个机会 就一个小孩子一个心念 当下散播下去 里面又有一个记者 就登了 把这个报酬登出去了 信息登出去了 当这些教友在这里 听了这些堂课之后 大家就花心 花心 要埋一块地 来建一个大一点的教堂 就这样 所以有一个建商 看到这个新闻报道 看到这个新闻报道 就将一块混好的地 就卖给这个小小的教会 多少钱 五毫七分 你看功德大不大 那当下又来混多了现金 兼限的款项 来自各地兼限的款项 非常的多 包括里面这些信徒大家的花心 总共就收了25万美金 搞不好你心目中25万美金 应该是不多 但是在20世纪的吃 1990年这个年代 1990多少这些年代 在早期的20世纪的早期 20万美金多不多 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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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就这样就盖了 他说当你有一个机会 你到美国会城的时候 你可以看看那个金信圣殿教会 里面可以容纳3300个人 教会大不大 大不大 大不大 大 我为了要给我们白安山的礼堂 可以做五千人 那个笔 到现在已经画了一年多了 那个笔就画出去 又抽一点回来 又画出去 在这里来回已经抽了好几次了 那为什么要抽回来 要再抽回来 不用回答 不用回答 我就算那个总成本 包括那个安全系细 因为高垮距四十几米 四十五米的垮距 四十五米里面都没有足足 这个也算是种挑战 我现在要把它改38米 改38米 没有关系 就看最后上天如何来决定 就靠我们每一个人的花心 所以你看在那个年代 进进圣殿教会 就可以容纳三千三百个人 一个五毫七分 五毫七分就可以产生这么大的力量 还有什么 还有一个圣殿大学 还有一间圣殿大学 还有一间那个撒玛利亚医院 又一家医院 还有一栋主日学大楼 所谓主日大楼就是一个教室 很多的教室 很多的教室 这算一个园区 你看 一个小女生 才几岁 她有发现那个信念而已 以她的能力就儲存了五毫七分的力量 她的信念有没有成真 信念就成真了 信念成真了 再也没有那个小孩子 没有上主日学 得到的机会 都有了 所有小孩子都有机会参加主日学 和敬拜主耶稣的机会 所以从这个故事啊 这是真实的真实的事情 离这个时代也不久 才一百多年 应该都一百年 一百年左右 人有三年 天必从之 不要小看自己 在这之后各位小社长 觉得你的一些所有的能力 觉得超过这个小孩子 今天有这个小孩子 他在这种当下 就是这个神户 这个牧师 去牵着他的手那种温馨的感觉 从不能进去 有那个机会给他进去 他当下所花的信念 五毫七分对人来说 不一定不是很多 但是对一个穷小孩来说 搞不好他已经 持续了多好久才有这五毫七分 持续好久 你看他产生一个蝴蝶效应 那蝴蝶在这里 再打一下 从海上打一下 到几万公里的外面 搞不好成什么 海啸 搞不好成海啸 那就蝴蝶效应 不要小看那个力量 所以人有三年 天必从之 你当个干部当个小组长 你本身在这个区域里面 只有你有那个爱心 第一 这个牧师 在那个当下 他不会看起他是一个穷小孩 就温馨的手牵他进去 一个动作 这就是花电机的特质 可以感动一个人 是不是 产生这么大的力量 我刚才上一堂课就谈到 就想到枢纽他们服务当初 年轻的时候 他们那时候好像是二十几岁 二十几岁 应该大概是 十七加十二十九 大概他们是二十九 我是十七岁 十七岁 你看 他们服务当初 这经济也是很紧你知道吗 他租下那个九百块的一个佛堂 给外地的来年轻人 就住在那个地方 在那边用餐 你想不到这个动作 养了一些领导护领导出来 你觉得想不到 你觉得想不到 如果明述到这样半裂 我们你要来投出 你知道吗 是不是 真的 真的 就是你这个动作 在那个时间点就需要的时候 你后来那个散念 那和能力没有关系 他们真的是在当初 说实在 有人曾经要滚在这十块钱 他所有的口袋全部摸了 就是没有十块 他还是有办法去租个房屋 来提供给 离乡背景的这些小孩子 住在那个地方 包括用餐 所以我就借了机会 刚刚在上一堂课 我就跟了我们的同寝同老师说 你现在在柬埔寨 你要好好把握机会 这一次 这一次的经理班 你要上台 上台讲给大家听一下 我就在柬埔寨去的时候 我就记得在十几年前 我们佛堂旁边有一个小的所谓室 就一个小男生啊 他也是道亲喔 他我们里面没有给人住啊 他就住在那个小所谓室 就住在那个地方 就住在那个地方 我们只提供吃的东西 他也很客气 我没关系 我在这里当所谓帮帮忙 我在守在这里也很好 就很自然了很自然了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这个当机我还看到那个小孩 他当什么你知道吗 他当医生了 他已经医学院毕业了 医学院毕业了 甚至有的已经现在正在总理身边 懂得中文的欢利观 中文的欢利观 我就提醒同学老师说 你这次去 现在还有这么多的小孩 以你的能力 你把他养个一两百个 三年之后绝对会有不一样的成果 就有不一样的成果 但这个时候 你还有机会呢 在这个时候台湾 你设立伙食团 小孩子要进去吗 要进去吗 不要进去了 环境不一样了 那早期有没有进去 早期会进去啊 早期会进去 就相对说以前 我们那个年代 我十七岁的时候那个年代 离乡背景嘛 有一个落脚地就非常感恩了 非常感恩 你当下那种环境 你所看到的一切人家 为了牺牲奉献的付出 不是在有钱的情况下 为什么能这么做 那相对我们每天耳如目染 又吃了人家的饭 所以你看 是不是变成了这个团体很重要的一些精神支柱 大家可以朝了这个方向再走 所以有一些的 这个语言是不用讲出来的 他不用讲的 就是做出来的 人家会看 你在修你在办 主你会不会看 厚水会不会看 都会看 但是真的和那些能力是没有关系的 你就是这样做下去 我提醒说 这个时候我这次去柬埔寨看过的时候 哇 我去参观十个道场 几乎每一个道场的小孩子都一两百个 都是年轻人 以后有可能 以国家的人民来论 开过诸位最多的比例 应该以后会是柬埔寨 他们国家的总理负责人都非常感恩 台湾的这些 这些同修 去帮他们的忙 教了中文 教了中文 上次有一个 也是外地来的 就像流浪的小孩子 把他捡起来在那边教中文 他后来赚美金赚到一千块 现在赚到三千块 赚到美金三千块 多不多 多了在那边是很多 这一次也当换利 也当换利 他的官老师说 我现在可以开车 载你到我们的乡 我们的故乡去 你要喔 开车的开多少就有多少 因为他是一个成功者回去嘛 你开车有没有成功啊 成功者回去他整个都不一样 他说哇 春天就是这样开花的 一到春天就开花了 但是 你当时没有播种会不会开花 没有 不可能开花 所以我认为现在最好赚的 最好赚钱最好赚的就对了 柬埔寨也算一个好地方 算一个好地方 27号那天要举办 亚洲事实协会副总理要要来 外汇没有管住 进出都非常的方便 进出都非常的方便 最自由的一个国家 所以人有善恋 田必从之 有机会都到外面闯闯 和年纪没有关系啦 有机会 有机会 我对不疼人 有机会 有机会 如果 没机会 去吧 有机会